这个皮筋 皮的落了就硬皮的筋 皮是黄它就是黄 但是阳筋没有 阳筋的颜色就变来变去 所以事实而行业 寒多则泥气 泥气则清黑 热多则濁则濁则黄刺 这都是长色为之无病 五色俱见者为之寒热 那这个五色俱见者 包括你看到脸上 包括看到手脚边都可以看到了 你们现在很难想象 等你真正去临床的时候 那个手脚垃圾真的是黄的 这个垃圾真的是黄里带黑的 那个垃圾手是猪沙掌很好 整个手是暗红的 猪沙掌那个肝病的 猪沙齿天 真的看到这种颜色 所以说这是一种 落会改变的颜色 筋落的原则 所以大家现在知道了 这个阴筋 这个阴落不会改变 只有阴落 阴筋的落才会改变 那这个金落论很短 我想长一点 还是短 黄金年金日交的怎么办 447页 气血论第58 这个齐伯很厉害 所以看他怎么讲气血 这个黄帝说气血365一年 对不对 想听呢 当然齐伯就赶快扒几下皇帝 这好问的好问的好 对不对 这个太阴敏了 448页了 这边看第一了 齐伯说 这个问这种问题呢 圣人义语 两码义语 有没有 这个圣人 我不是一定要你们大家做圣人 而且你怎么知道 这个是君子小人呢 是有大智慧的人 有大智慧 你跟他沟通很简单的 你一讲他就会听了 那种脑筋愚昧不堪 像玩死一样 敲都敲不醒的 骂他还骂不醒的 死掉了还不知道 他是笨死的 这好 好的嘛 容易驾驳 大家真的是智慧的人 你会知道 这意思就是说 聪明才智高的人 他会知道会做取舍 会做选择 会做取舍 所以大家一定要会做取舍 好 那个人跑去 他相信 那个西医的身体解剖药学的 你说你为什么相信他 我就相信他 那你懂不懂 你什么系毕业的 跟那个药根本没有关系 他就会相信他 那你不懂 你为什么相信他 他科学啊 那你什么叫科学 他也不知道 讲不出他什么叫科学 反正你看大拉都在那边 大拉都去我就去了 这是猎马 不晓得怎么架薄 叫他就叫不起来 好累了 那我就跟他说 你看大拉都在那边 那是前门 我带你到后门看看 这个人看了前门 不看后门 是不是 那婆婆选媳妇啊 看正面看背面啊 那都看看正面 嗯 不错 看看背面走 看屁股大了 会生小孩 屁股小了 不收入啊 这个以前人家这样的 婆婆知道看背后 我带你到医院后面看看 好 吓死他了 好 这个齐伯第一个回答很厉害 第二个 他居然 齐伯号 居然短短的一个 一张 金若玄讲完了 他不是讲 哇 真经那么多 一张还讲完了 厉害 不但一张讲完 前面还先讲个致病的法则 你看 我那一套真法 就从这里来的 齐伯说 背与心相控着 就是阴阳不交 背是阳 胸是阴 如果阴阳不交的时候 心痛会侧背 背痛侧心 你看他所至天突及石锥 及上纪 齐伯的上纪 讲的是魏 魏婉 就讲的中婉穴 下纪者官员 好 所以我们砸天突 为那个中婉官员 然后砸完在背后再砸第四锥 是不是按照齐伯的 专门是心痛这辈 别多说 也的确 一次就好 效果很好 好 那你如果很好玩 你如果砸了天突 砸了这个中婉 然后砸了官员 然后你第四锥没砸 砸完之后他全胸不痛 后面还痛 他就说我就痛那一点 你看第四锥 这个很厉害 好 为什么 就是因为三胶 细牌的会 会在这个地方 好 所以你考人做到底 这个来下一声 好 背胸斜细阴阳 好 因为背的是阳 胸是阴 阴阳呢 阴阳不交 好 造成了疾病 前后痛 色 好 色 那胸斜痛而不得气 不得握 上气短气 偏痛 卖气 好 这个是 这个我们争出 靠卖 好 落胸斜 知心灌格 上天 上街 因为这个落卖 卖呢 好 这个上面 一直叫天突 好 斜到肩上 下面交到第十锥 他这句话讲的是 跟前面那一段 是为什么长这里 就是我们有很多落卖 在身体里面 实际上 这三个地方呢 好 这个气脉是贯穿到的 气脉是贯穿 因为这三个前面 三个是 这个我们所谓的 任脉 好 后面的都脉 本来就阴阳是贯穿的 所以他从里面走 第二个呢 这个我们这个 官员穴这个地方 是小长的墓穴 官员穴本身呢 他也要气脉 直接落到我们的 命门 命门是三交了 命门火的地方 所以揪官员会很好 那第二个呢 我们的这个天突 我们气会是坛中 坛中以上 这个上来 气总要汇集成海的地方 那脑是水海了 已经不能再装气了 气海就在脖子这边 除了脑是水海 在上面一个就这里了 所以这个是脖子 是气的海 所以我们天突 咋的让它气通一下 气之海嘛 天突在管嘛 对不对 中间是胃碗 让它胃气往下走 这样子的话 阳气会上来 阴气往下走 因为这个是阳气嘛 你砸下去以后 阳气就上来 阴气呢 天突往下砸 胃往下走 然后气往下走 阴力往下沉 这个时候 心痛测背 被重测心的现象 就会去掉 好 好 这个是 这个 如果你看 黄历已经看到这边的时候 这刚好就这一个 一套针法 黄 这个齐脖子出了几个方子 对不对 你们现在学到了 我们怎么用这个 这个鸡大便 鸡是牢 还有 怎么组 还有这个 这个 哲蟹 仓竹 对不对 嵌草 还有这个 乌贼骨 乌贼的骨头 我们怎么做 诸如此类 那后面还有 失眠的 那后面呢 就开始讲了 他前面先讲个 自证 不晓得 为什么突然讲这个自证 皇帝在问他气穴 他就先把这三大气穴 先讲了 每一个全身上下 所有的穴道 通通叫气穴 这365气穴 讲到我们什么 什么什么 官员 太冲 引白 什么鱼记 通通是气穴 那前面多了一个自证 藏于50穴 辅于72穴 这一票 那么多穴下来 加加起来 就是我们的12基督大穴 你们这个地方 我们不细说 你可以自己会去 慢慢去算 我讲齐博就很厉害 偷懒嘛 如果是皇帝问我 我没办法这样讲 我就开始背了 皇帝你听我背来 对不对 任麦三八起会音 取股终极关于瑞 好 十明星高气卡 背得要死 怎么靠这个问题呢 这个 所以我说齐博厉害 就想讲完了 把皇帝打发掉 我们研究了半天 他半个配局 还不知道一个配局 结束 太厉害 天才 不得不服 来 来到451页 这个皇帝说 那我知道气血的游出了 其实他更不知道 真的停在地方 对不对 用文孙洛西谷 有没有对应呢 当然有啊 他都有 孙洛西也有 也有这个365个会 对应一岁一年 那来 来之意的骑邪 来通 荣卫 荣卫积流 未善容易 气血 这个就是两个不平衡的时候 气阶 好 气足不足的时候 血会停留下来 外发为热 内发为少气 这个 血停下来后 就会有这种现象 那谢吉乌吉 是荣卫 建而谢之 无问所会 他的意思就是 你只要看到 有堵塞的地方 病人发热症 有堵塞的 能放血 能一点点放 真正的针灸 我们在做证据 很浅 达到很浅的 不会很深的 很浅的病 像小孩子发烧 来 我们那个 那个 上阳 哨伤 放一点点血 对不对 大吹放一点水 他烧已经退了 所以我们常常 小孩子来 有小孩子 你手头身体好看 小baby 他根本不懂 你要挖他 他就在头转了转去 对不对 他就跟你过不去 因为他不喜欢碰他 对不对 那你要他 你也不晓得寒热 你冷还热 他根本才刚生出来 怎么讲寒热 管他的 放血 烧就退了 所以很多种方式 可以不要 那你不可以发脾气 你说 告诉我寒子 这个憋你 那小baby 大眼睛对着你 你怎么办 这医生要当好 不能太过 那 这个 这个 齐伯就回答了 这个西骨的 好关系 那 肉之大会为骨 肉之小会为西 所以我们针灸里面 河骨 有羊骨 有很多以骨为名 对不对 那肉之小会 小的会的地方 我们是西 像后西 解西 阳西 这个肚子西 就是小的会的地方 分 这个肉和肉之间 肉分之间 就是西骨之会 来形容味 气和血都在这个肉 骨交接的地方 然后会交接的地方 在走的时候 再会到大气 如果是鞋 很肾的时候 就会让气拥塞 鞋会气拥塞 造成汽油 拥塞在里面 脉热会肉败 热停留不去的话 肌肉不能太热 就会烂掉 荣味不行 必将为龙 会化龙 那个时候 那龙如果不削掉的话 这个龙会慢慢慢慢 跑到骨髓里面 在外面会破到大的肌肉 里面会到骨髓里面 这个留在节奏中间 必将为败 鞋流停在这个 骨边 会越来越严重的印象 那鞋寒流涩 荣味不拘 如果是寒 累在里面 刚刚是热 刚刚是斜热 在堵在里面 卖热 现在是寒症 如果留在 这个 这个 溪骨之间的时候 荣味本来鞋在溪骨之间 结果现在寒气 鞋流在这边 是造成一个人 鞋肉会萎缩 鞋有会冲 那这个 热轴不得生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伸懒腰 因为骨杯 因为关节很硬 因为寒杯 寒在里面 那骨杯的一定是 风寒 丝 三者 加在一起 是骨杯 外面 外正是不仁 麻木 这个是不足 这是因为 大寒流在 溪骨之间 前面是热 现在是寒 那溪骨呢 有365个穴道 一硬也是一硬一碎 那为什么讲膝骨 这个所有的膝骨 比如说你知道的 河骨啊 后膝啊 这些小骨 它意思讲 全身有365个关节 每个关节呢 中间都是有膝骨 所以 寒如果停留在膝骨中间的时候 变成骨杯嘛 就肿起来了 关节变得很大 风寺关节也 也对应一碎 那这个呢 小杯 好 银翼 寻脉往来 唯真所及 与法相同 那这个 这种病呢 初始的时候 寒气初始的时候 我们用揪 刚才有点痛 用揪 用点针 就可以把它去掉 比如我们短刺 就是刺骨杯的 有没有 短刺法 然后在骨头旁边 摩托 那450三爷呢 这皇帝呢 很尊敬啊 其实我讲的真好 这个 他放萌结果 藏着金柜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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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柏很厉害 几句话里 把黄帝打发了 让他佩服的钥匙 还把它藏起来 藏在金柜里面 实际上 讲了那么多血 你要知道怎么自证 还是要看 针究大臣 那我们在讲针究的时候 为什么讲 找针究大臣 因为这个针究大臣 杨继洲这个很厉害 过去中国人就是 我要留 我要保留起来 我要传给我儿子 不传给外人 这样我 我是直子孙生 只要会这个技术 你不要传人 一辈子吃不完 他的想法是这样子 可是杨继洲很厉害 他不管是各家 他通通把他收集到手 他不是 很有钱的人 大扇人很有钱的人 用钱高价去买 以外 就是个非贼 他偷偷偷偷偷偷 没有办法 他怎么干出来 所以你看他 他每一篇有没有 什么育农妇 什么标优妇 前后都不脸了 突然就放在一起 所以杨继洲 他是这样 他把他编串在一起 各家名家收集在一起 通通把他汇编成一门书 到了我们的手上 我们一直把它综合起来解决 所以你们看我们的针究 在讲的时候就变得很简单了 不然你在光这样子看怎么记啊 记不得了 因为没有个法则在里面 然后这个针究了解 现在看黄帝内经 很清楚了 对很清楚了 好 这个 好 这一章我们介绍到这里 下面呢 这个弃腐论 我们不谈 弃腐论这个 这个是 跟黄帝内经 脱节了 我们这个 你们看个翻译 这个 没有什么意义 没有什么意义 没有什么制证 什么东西在上面的 好 那我们下次来的话 我们就继续 跳过这个 这个祈福论 我们讲 会讲古空论 古空论 好 我们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好 好